欢迎收看剧交2.0 我是高文英 今天这位权威 他是大肠镜之父 他是王永庆的御医 我们常讲大肠癌 可是权威今天提醒说 小心小肠癌 比你曾经罹患了小肠淋巴癌 整间个案是50岁的爸爸 他胃口很差 肚子很胀 而且晕眩无力 最后检查是小肠癌的第三期 出现了淋巴转移 因为小肠癌是很难发现的 他的症状警讯是什么 腹部胀痛 解黑便 还有体重减轻 那么大肠癌是吃出来的吗 整间个案是看到 妇女都离癌了 女儿才18岁 喜欢吃汉堡 热狗血便 以为痔疮是大肠癌二期 所以医生说 爸爸你也来检查 结果爸爸是没有任何症状 查出来的是大肠癌的第一期 今天这个通告敲了好久 杨烈 烈哥 杨烈70岁 成功抗癌18年 那个时候肚子痛受不了 是直肠癌的第二期 后来开刀切除了病兆 到现在遵从医嘱定期追踪 不过杨烈的二哥 74岁 非常遗憾 从发现到离癌 逝世的时间大约一年 这两位他们的差异点在哪 杨烈大哥的警觉性很高 发现痛处不对 赶快就医 成功抗癌18年 不过二哥想说能忍就忍 忍一忍就过了 导致发现太慢了 这一集必看 锁定这一集 欢迎今天的来宾群 几乎所有的大肠癌 都是有线性息肉 长大变成大肠癌 把它套住以后 我们就直接把它切除 肝板区注意一下 稍微有一点点小小脂肪肝啊 有脂肪肝吗 烈哥 有 有 哇 一点点啦 晚餐居然有人每天喜欢吃大肠包销茶 吃了这么多年 下来就倒是大肠癌 那个做的这个就是一个蔬食咖喱嘛 最佳防害料理 如果能够 把自己放在你左右 量力烈哥成功抗癌十八年 不过 烈哥一开始 因为应观众要求 要听歌声 能不能听一段歌声 有掌声 有歌声 来 心唱一段啊 有丰富的笑容 掌声鼓励 这个声音感觉都没有变 中气十足 不过最近我们看到一部好片 叫做《八尺门的辩护人》 里面演的是一个反派的角色 不知道列哥 怎么去诠释反派的眼神 在这方面 我们其实吓人蛮大的功夫 对 就是必须要去接近一些 有上传在工作的人 然后就是请他们来感染我们 亲自做了很多的功课 我们现场能不能看到列哥 来一两句 刚刚看到的那个台词 有掌声就听得到看得到 来 听到参与虎要先给电 过来就是用赤匪道 对声音 德里卡通 德里卡通 封好戏 封好拆开 封好让死也未复开 哪有在看你跌倒在那裡 又整隻魚仔仔 精湛的演技 短短30秒的酝酿 不過今天很高興邀請到烈哥 成功抗癌18年 2005年那時候血變一年多了 一開始以為是痔瘡 後來肚子很痛 上廁所坐下去站不起來 發現直腸癌第二期了 後來朔後化療10個月 到現在都是配合醫主定期追蹤 哇成功抗癌18年了 這個是您的心得嗎 也就是說你現在過得心安理得 找到有興趣的是 吃得營養多吃蔬果 少吃肉而且放下壓力 離癌的時候我自己 沒有很大的感覺 只是到後來的症狀非常嚴重 去上廁所的時候 其實很痛苦 那個痛是痛到你真的坐下去站不起來 因為可能也因為出血過多然後會暈眩 我太太發現那個情況 你這樣不行 怎麼每次都會有那麼多的血跡在 所以才去檢查 結果是直腸癌第二期 那麼您現在有兩招強身保健 也就是哇您練八卦拳來練氣 還做彈跳來幫助身體有氧 您怎麼會想到要練這兩招 打這八卦拳一方面就是說 讓身體的循環跟柔軟度 拉拉筋骨 其實它並不是非常強勢 或者是非常激烈的運動 只是保護身體 讓自己身體能夠有自由的空間 可以很有柔軟度 成功抗癌18年 刘院長覺得列哥他做八卦拳 是有幫助的 運動真的能夠防癌 比如說在國外研究 這是一個很大型 就是說如果癌有 就是靈活癌症病 执行這個輕到中路的運動 癌症的復發力會減到10%到20% 我們自己國健署也跟大家提醒 就是說這個參考國外的這個研究 每天運動30分鐘 其實你這個投資來講 已經24小時 30分鐘投資非常有這個幫助 降低大腸癌腎臟癌 跟這個膀胱或胃癌乳癌 子宮內部癌的大概兩成的風險 但是我常碰到一些問題 就說好我們現在有很多健身中心 真的有一群人 他真的不喜歡出門 後來我在三年前 就是說從指導一個阿嬤開始 我說那你就再要踏步吧 然後後來再參考日本的文獻 日本的一些研究發現 就超慢跑 我說你在家裡面好 就拿個這個穿個布鞋 不要傷到膝蓋就好了 其實我這個超慢跑 現在國內很多的學者 專家也在提倡我覺得蠻好的 就一分鐘大概你的步伐 大概就是大概假設按照這個 大概160到180 你可以慢一點沒關係 那期待要適度亂趨 我跟你講你每天在家就是這樣 30分鐘40分鐘 他整個情緒 精神睡眠都很好 我們再幫他驗 這個所謂的一些免疫的指標 都會改善 今天的權威是王永慶的 御醫政商名流都找他 蘇明堯部院長 也就是從日本引進了這個大腸鏡 改變了台灣醫界腸鏡篩檢的方式 副作用我們來看這個個案 女兒才18歲 很喜歡吃漢堡 熱狗出現了血便 那時候以為痔瘡 哇不以為意檢查發現 他已經是大腸癌第二期了 後來你為什麼說爸爸你也來檢查 爸爸是沒有症狀 他查出的是大腸癌一期 因為這麼年輕的大腸癌的患者 那一定有原因 第一個當然就是可能飲食 比方說喜歡吃一些燒烤的食物 或者是像剛剛講的一些漢堡 牛肉或是香腸等等 那這樣的話當然風險會比較高一點 那另外一個在這麼年輕的病人裡面 另外一個就是家族的遺傳 因為大腸癌 實際上跟家族遺傳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所以這麼年輕的人 我們就會覺得 是不是他的家人可能也會有問題 所以就建議他的兄弟姐妹 或者是爸爸媽媽 可能還是要做進一步的檢查 那結果爸爸是沒有什麼症狀 我們做的大腸癌 雖然才50出頭 大概也不到我們一般大腸癌耗發年紀 但是做進去就發現有第一期的大腸癌 所以在家族裡面如果有直系血清 前後因為在男性前面的話是攝護腺 有時候可以檢查到攝護腺有沒有硬塊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重點是我們在肛門口周圍 這個齒狀線的上下會去促整 是不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一些腫塊 那如果是內置的話 一般它摸起來的感覺 重點來了 如果是內置 比較因為它是一個血管的擴張 所以就像這個駁的水管一樣 它會有一點彈性 有軟軟的 就像血管就是靜脈曲張 這個就可能是痔瘡 這個比較像是痔瘡 那如果說摸到比較有一點硬度 它沒有那麼明顯的彈性 這個是比較像是一個腫瘤的一個情況 才會有這個比較硬的感覺 不過這邊稍微小小提醒 就因為我們人的手指是有線 所以直診大概只能檢查到 這個手指的範圍內 更上面的 那有時候就要進一步做內視鏡的檢查 觀眾朋友什麼事 黏膜切除樹 早期的大腸癌可以完全消失 現在是最新的設備 全部進駐攝影棚 我們請部座先來講一個個案 是50歲的爸爸 他漸漸發現 他直腸有8公分的席肉 懷疑是惡性的 所以他當時就是採用黏膜切除樹切除 證實是罹患第一期的大腸癌 我有一段您提供的影片 黏膜切除樹能夠請您更仔細的說明它是什麼嗎 好 那我們這個在做大腸鏡的時候發現的席肉呢 那其實這個席肉有各種不同的形狀 那一般如果是比較突出來的這個席肉 我們大概就直接做席肉切除把它切掉 但是如果比較大或者是比較扁平的 那這個席肉就不容易沒辦法直接切除 那就需要所謂的黏膜切除 我們先打一些生理食鹽水 讓這個病灶隆起了以後 那這時候再來做一個切除 那大部分在第一期以前 在還沒到大腸癌或者是早期的大腸癌 它還沒有侵犯到我們的黏膜下沉的話 那我們做這個黏膜切除 就很順利可以把這個整個腫瘤切除 那因為它還沒有侵犯到黏膜下沉 所以就比較不會轉移到外面去 那病人術後大概也不需要再做進一步的一個化療或手術 今天進駐攝影棚的這個叫做高畫質的內視鏡 它是最新的 意思是是透過AI來揪出癌症的這個意思嗎 我們在做內視鏡檢查 靠的是醫師的這個經驗 來判斷說你這個裡面到底有沒有它的一個病灶 但是現在有最新的一個AI的這個技術 它可以來分辨 比方說幫醫師來確定我們這個這個息肉 是不是有息肉 所以如果有息肉 它就會提醒醫師說這個地方有問題 那就可以讓醫師不會說做了檢查沒看到病灶 AI除了在做息肉的偵測以外 它可以來協助醫師做這個息肉的間別 因為息肉不是所有的息肉都一定會變成大腸癌 我們分成兩大類 一類叫做這個增生性息肉 那這個增生性息肉大部分是在40歲以上 那耗發在直腸 胰狀結腸 這個是屬於老化的現象 那如果是增生性息肉 一般就不需要去動它 不需要處理 因為它是老化 但是如果是腺性息肉 那這種腺性息肉的話 幾乎所有的大腸癌 都是由腺性息肉長大變成大腸癌 所以只要是腺性息肉 一般我們都需要做進一步的切除 接下來這個是技術層面的 就是黏膜切除術了 準備了一個珠味 所以步驟是透過電燒的意思嗎 是 那我們要切除的話 當然我們第一個就是 要先找到病灶 那切除我們基本上就是用這樣的一個 息肉的切除的套環 把病灶套起來以後 來做一個病灶的切除 我們就利用這個套環 進去了 然後把這個病灶 收起來 找到它 把病灶收起來 把它套住以後 套住以後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這個切除 把它直接通電 腳踩直接切除 對 所以這樣病灶就直接把它切掉 所以這個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技術 來把一些大腸息肉 或是早期的大腸癌來做切除 中醫師望聞問切 癌症看臉就知道 到底是哪一區院長 臉部的哪一區長斑點 當心是大腸癌拉緊不 我們的皇帝內經裡面 他有一些就是告訴我們 就是我們觀察臉可以看到 我們的五臟對應到臉部的 那從剛剛列哥 你會發現 剛剛我就有稍微觀察了他一下 其實他保養得還不錯 非常棒啊 70歲 對 那後來發現他直腸癌對不對 可是他的大腸區應該也會 被有點 可是他剛剛看了一下 結果在左側 他左側有一點點小致 那這個大腸區在哪裡呢 就是在我們的鼻子 鼻翼 鼻子往旁邊 那我們的顴骨下面的這個地方 這一區 這一區都是我們的大腸區 他右邊還好 左邊有一點 大概兩三個筆心的 那個大小的一個小斑斑 但是這已經是過去了 所以你會發現 他這個地方也沒有突出來 也沒有什麼紋路這樣 導致會看到他這個三膠筋 在我們的肝膽區 注意一下 可能稍微有一點點 小小脂肪肝 但是可能還好 有脂肪肝嗎 烈哥 有 有 一點點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肺區 那他的中間這一條 就是從我們的頭 腌 往我們的肺 心對不對 然後鼻子這一區 就是我們的脾胃區 然後大概在整個嘴巴 我們要靠嘴吃飯的 這個嘴巴這個部分 嘴唇這個部分 是我們的脾胃的開口 所以它這個地方 然後還有就是在這個 嘴巴下面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是我們的什麼 生殖 泌尿都在下面 所以有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些小女生 月經要來之前 老是這裡長痘痘 小黑點 就會發現 吸氣相關 對 好 防癌要先除濕 所以這兩招太重要 有請小燕教練 第一招是泡腳 而且要按三穴 為什麼 皆不要化濕了 禮慶河中倫 請坐 在家裡的時候 我們就是比如說睡前 我們先把腳洗乾淨了以後 我們就開始泡 那這個水就稍微熱一點點 然後洗濕度左右 不要太涼太涼 就效果不好 然後再來我們要找一個穴道 叫陰寧泉 那它可以很多東西 現在已經力秋過了 再來就可能要秋分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要把夏天喝太多能飲的 這個濕氣排一排 那這個排怎麼排 第一個 我們邊按邊泡 那第一個按就是陰寧泉 陰寧泉是我們的這個皮筋的穴位 去濕 你又摸到這裡一個突出來的 這裡有一個磕膝蓋的這個磕 然後呢跟我們這裡 這個我們的骨頭 這個頸骨 這個頸骨交接點 那交接點你摸 就彎彎的這個地方 是不是陰寧泉 很酸對不對 微酸嗎 那這扣 就有一點酸 但是不要把它扣到 陰寧就有點酸脏 這個就是在得氣 所以我們腳放下去以後 我們就可以邊按 我們洗洗腳按 兩邊都要按這樣子 那太宗是我們乾淨的 這個開頭的這步 從這個行間再來就是太宗 那是一個圓穴 是一個大穴 那這個大穴怎麼找呢 先把大母哥二母弟找出來 然後沿著這刺白肉跡這樣摳上來 這個地方是行間 下來就往這裡有沒有 它兩個骨頭交接點 但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太宗 所以按的時候有在這個骨縫 有感覺 有沒有感覺 有酸 有酸脹麻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剛剛是我們的肝筋 那也跟我們的清熱 排這個心情不好的時候 按多按一點 對不對 還有一個知名大穴 永泉穴 永泉穴在哪呢 在我們的腳底 那這個腳底你這樣動一下 有沒有這樣動一下 是不是這樣有沒有 中間這有一個縫 對這個人字縫的終點 凹下去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永泉 所以在按的時候 也要給它什麼 摳它 配合深呼吸氣 噗氣按下去 有感覺吧教練 按下去再補它的氣 有那個指甲戳到我了 真的嗎 大母哥 大母哥沒指甲 太棒了 還有一招是雙手對敲 八斜排斥氣 這個必學 對 對 那我們才有一個去鞋的 這個鞋是在哪裡 在八 是我們的這個 你有八個位置 指縫 指縫 這個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 是不是一邊四個 八個 對 這個 去這個鞋器 跟著做教練 來 齊精八賣裡面的 這個 我們叫齊穴 這樣 這樣 你可以這樣 雙手對敲 然後也可以這樣 這樣 排斥氣 這樣 我們這樣每天要敲多久 至少要敲個100下 100下 就像我們泡腳 至少要泡個15分鐘一樣 敲 然後你可以看電視的時候敲 看文英的節目的時候敲 雙手對敲 八斜 尤其是在你覺得 頭比較脹 手比較緊 尤其在下的雨的時候 你會發現身體的這個 濕氣比較重的時候 或者你有點頭痛啊 或者覺得心跳比較快一點 慢慢的敲一敲 配合呼吸的時候 會幫你把這個鞋器 風寒鼠絲 還有這些鞋器 可以快速的去 我們的身體裡面 好 這是劉博仁院長的新書 功能醫學癌症大條理 裡面滿滿都是最新資訊 這些個案是工程師 他不抽菸不喝酒 竟然是大腸癌 末期 你發現他是跟飲食有關嗎 非常大的關係 其實 我們講末期 也不要這樣講 應該講說第四期 因為他那個時候 他因為是一樣血變 後來就到醫院檢查 他一直以為是痔瘡 後來醫生幫他檢查之後 發現現在 這個橫接腸一個腫瘤 而且同時肝臟有兩個腫瘤 所以他後來 做了化療之後 運氣不錯 他做了手術 肝臟切了兩個地方 後來痊癒了 那這個案子跟著我跟很久 那他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 他來的時候跟我講 我說你是怎麼吃的 各位他是長期這樣吃 我那聽點我也很訝異 早上他就很喜歡吃什麼 培根三明治 就加什麼熱狗 什麼培根 就這些東西 然後中餐 大概就是炒飯炒麵 好 晚餐居然有人 每天喜歡吃大腸包小腸 我聽到我還愣了一下 我說你確定每天吃 這不好買 他說 大概七天大概有六天 我聽完就說 那我說你不覺得這樣吃問題 尤其是我從小吃 想吃習慣了 就這樣吃 吃了五年 然後這個地雷是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重點是怎麼樣 沒有纖維沒有蔬菜 我們常講大腸癌 這個預防最重要一個準則 就是要足夠的蔬菜 再來很麻煩的是 加工肉品 裡光的培根這香腸 我們講過的加工肉品 在這個國際衛生組織 IRC它定義為一級致癌物 那不是吃一口就有癌症 但是它是長期吃 吃了這麼多年 那下來就導致大腸癌 那他現在幾乎都不敢碰這些 他只吃什麼魚肉 雞肉 然後大量蔬菜 那現在維持身體非常好 所以我常講說 我們得了腫瘤來講 不要把它當這個絕症 我們當做慢性命治療 大家要希望 是這樣 好 我有一段畫面是 劉伯仁院講他自己怎麼吃 這個畫面很棒 因為你把自己 每天大概所吃的食物都拍攝下來 所以你的食物偏向都是蔬菜 海鮮比較多 偏向地中海鮮飲食 因為地中海鮮飲食型態 目前研究來講 他這個長期遵循這個飲食型態 就是多蔬菜 那竟然肉是以比較偏白肉海鮮為主 然後這種飲食材來講 那用好的油像橄欖油 那對預防癌症是有很多好處 像這個當然是我這 假日的時候 超早菜常常會秀一下 你看大概就是 我喜歡這種拼盤模式 那這不是我一個人吃 因為我們還有兩個小孩 一家四口吃 常常把蔬菜全部都嗑掉了 很多的 你看裡面很多的十字花的蔬菜 花椰菜等等 裡面還有菇類 魚 都是我們很喜歡 常常入菜的一個料理 30歲的上班族 他被診斷是子宮內膜原胃癌 西醫建議拿掉子宮 不過您建議他說 你要做營養跟運動調理 每天多喝水 每天攝取兩到三種十字花科蔬菜 天天運動晚上不熬夜 半年之後他癌細胞就消失了 這我有兩個案例 其實他們在醫學中心 做過三次的 我們講子宮內膜的刮處 都跟他講是癌細胞 那用一些黃體素控制 可是控制效果不好 那當然因為他們覺得不想拿子宮 我就說我是西醫 我認為是該開到要開到 可是好那也給是一個機會 那我就剛剛文綺講過了 叫多喝水 其中十字花科蔬菜 我剛剛講過了 這是什麼花椰菜 整個大小排的清漿菜 這種多吃 好東西 哇超級防海聖品 是 這個來講在國外的文獻來講 如果長期這些十字花科蔬菜 他可以加強肝臟的解毒 對於我們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 叫塑化劑環境污染 可以代切掉 那魚就不要講了 各種的中小型的魚 我為什麼不講大型魚 大型魚有重金屬的問題 像鮪魚其餘那個重金屬拱籤的問題 但是鮪魚其餘秋刀這種 中小型的海魚裡面 EPA量非常高 研究發現 如果一個禮拜 攝取三次以上的海魚的話 大腸食材會降低非常多 另外好的油脂 就是我們剛剛談到的 所以低重海星的飲食 就是Omega9的飲食 這個油是很好的 就是這一杯 所以說我們的身體是需要 這種好油的 對對對 還有人用喝的 這個冷壓出炸感 有有有有 好 那當然我想製作單位 像我做很簡單示意圖 那其實這個 全台灣最會做菜的 不是不是我做菜很簡單 不是很複雜 但是我一般我有一個原則 就是說我比較喜歡用油水炒 油水炒 譬如說那我們各位電視機 很多婆婆媽愛做菜的 只是我示意圖 那當然我比較喜歡用橄欖油 苦茶油 酪梨油也是不錯 那譬如說我們油加下去之後呢 好我們這一道菜來講 那我很喜歡用紅蘿蔔 我們像紅蘿蔔來講 現在很多人都缺了維生素A 我驗的時候都缺很多 那因為這種不容易熟 而且我們透過油之後呢 它炒完它的這種 所謂的脂濃性維生素 會跑得出來 好OK 好我們現在下去之後 那我習慣一把豆干 豆干因為是很好的植物肉 那裡面有很多的一些很好的植物 植物肉蛋白質在裡面 那當然我們再下去之後呢 稍微拌炒一下 可能大概有紅蘿蔔會炒久一點點 它比較軟嫩 等到你炒一段時間之後呢 我旁邊會備一些蔬菜 譬如說這些 不然這個花椰菜 然後這個櫛瓜也不錯 櫛瓜 我一般會燙完之後撈起來 它後面帶水 帶水之後呢 我直接推下去 那這叫油水炒的方式 油水炒 我先跟他講一個重點 現在我們在很多飲食型態 為什麼會出問題 就是說我們的油 常常在爆炒的時候 它會高溫 高溫常常到兩百三百之後 你的身體的話 它就會產生一些酸敗 脂肪酸會比較不好 如果你有水的話 油水炒它的溫度 大概控制在一百出頭 它的油不容易壞掉 那當然因為我常常強調 像我這個做的就是一個蔬食咖哩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 像咖哩粉加進去 然後另外呢 我們加點適當的鹽 當然你可以加點這個 所謂的水 你可以燜煮一下 燜煮完之後呢 大概有時候三五分鐘 裡面OK了 然後再把黑胡椒加進去 像咖哩這邊薑黃的東西 它這個抗法也是很有好處的 在硬度它用的非常多 這道料理做完之後呢 要盛盤就像這個東西 哇成品 對對對 最佳防愛料理 其實各位可以去 再試試看 弄完這個東西 其實你要不要飯無所謂 你可能也許就是半碗飯 配非常棒 你的排便會非常順利 而且它纖維量非常好 很棒的一道料理 楊烈烈哥要現場來接受檢測 來有請烈哥來接受檢測 好我們講第一個就是 胃的對應 我們叫應用機動學 對應的肌肉 是我們的胸大肌 那請烈哥呢 我們等一下左手跟右手 輪流平均 然後我們做肌力測試 好 那我們等一下要做你的肌肉 往內收 胸大肌往內收 不要被我拉開 好我們來試試看 好OK 那這邊就是對應到 它的左邊胃的功能 是比較正常的 正常 對然後我們就左右比較 好消息 好我往外拉 來用力喔 這邊又是如何 OK 正常 比個讚 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還有最後一個大腸 大腸我們要做側抬腿 側抬腿 對那我們就先抬右腳 好不要被我壓進去喔 OK 沒問題 OK沒問題 來換左腳 兩隻腳都要測試 用力 再一次側抬 好OK 好 好那左邊就相對比較弱一點點 嗯 所以以腸來講 大腸來講 它的左邊的 筋絡的平衡 就會比右邊稍微弱一些 嗯 那我們 以大腸來講呢 它相對的我們所謂的 神經血管的反射點 在於我們 來我們向後轉 反射點的位置 我們的反射點在於L2 就腰椎的第二節這邊 就我們 咖骨這樣對過來的這一節 嗯 所以我們就可以請 烈哥回家當保養的時候 你可以用你的 那個食指的直接 嗯 在你的咖骨對過來的 脊椎兩邊的肌肉 肌肉這邊 做這樣子的按摩 哦 對做這樣子的按摩 對 嗯 那大家做多久 我們就做一分鐘 快速來回 對 那目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不平衡很 所以來自身體的筋膜 它的電位不平衡 所以我們快速這樣 產生一些靜電 讓身體可以平衡 可以當作你的身體的保養 今天治療室是不是要教 腸胃經絡按摩 對 哇 那我們請烈哥這邊先躺著 好 大腸呢就是從我們的骨盆 腔這邊 往上 一個摸字形 往下 嗯哼 所以我們按摩的方式就是 上下 一個往下的摸 這個摸字形 一個摸字形 右上 然後左下 好 右上 左下 好 那如果說呢 家裡有像這一種 按摩球 我們也可以用按摩球來做滾動 可以 在剛剛的位置 來我們就把手放上去 做簡單的 對簡單的按摩 十二指腸的C型按摩 這個必學 對 一分鐘 嗯 好那如果是大腸呢 就是手在這邊 右上 然後把它繞到 左下 嗯 這樣子就可以了 非常受用 這麼小一顆的一個膠膠 對 那病人吞進去以後 就可以把整段的小腸 就好像照相機在裡面一直照相 苦瓜非常好 苦瓜來講 苦瓜生態 它裡面對一個降血糖 是有的好處的 好權威今天提醒 千萬不要忽視小腸癌 而且小腸癌 它很難發現 比利姐 她就是曾經罹患小腸淋巴癌 副作這個診間個案是50歲的爸爸 她胃口插 肚子障 暈眩無力 她來救醫 結果她的糞便前血檢查是陽性 她做了胃鏡跟大腸鏡的檢查正常 透過小腸鏡的檢查發現 她是小腸癌第三期 而且出現了淋巴轉移 為什麼她很難診斷 就是大腸鏡也發現不到她 一般也比較聽到小腸癌的部分 是因為我們的消化系統就是從口腔 食道然後接胃十二指腸 那十二指腸後面就是小腸 十二指腸以外 這邊是空腸 這邊是回腸 然後再接到大腸 那我們一般的內視鏡 可以胃鏡可以檢查到十二指腸的地方 那大腸鏡 整段大腸鏡 有時候可以在稍微最末端的小腸 一點點的回腸 但是中間大概有六公尺的小腸 以前是沒有辦法直接做內視鏡去看到的 小腸還有三個警訊 第一個腹部障痛 第二個解黑便 它跟血便又不一樣 第三個是體重減輕 那麼今天在講說 有沒有測試 你帶了一個叫做小腸膠囊內視鏡 是是是 因為我們現在大概從公元2000年以後 那小腸其實就有兩種檢查的方法 一個就是膠囊內視鏡 一個是小腸鏡 那膠囊內視鏡它的好處就是 大概像這麼小一顆的一個膠囊 那病人吞進去以後 它一秒鐘大概會照 大概至少兩張的照片 甚至有的可以照到八張的照片 所以它在裡面就是一直照相 那電池的續航力 大概有八個小時以上 所以就可以把整段的小腸 就好像照相機在裡面一直照相 把它整個影像再連結起來 像它這樣會自己一直跑 自己跑 然後不停的照相 對 那這個膠囊 它在裡面照完相 或是沒電以後 就會從大便排掉 自己排出去 對 那我們也不用去把它再蒐集起來 只是說 有時候還是要注意它有沒有排出來 萬一有一些是腫瘤塞住了 或者是有什麼問題 有時候會卡在裡面 那有時候就需要做內視鏡去夾出來 或者是手術取出來 那我們這些影像 它實際上是經由患者 病患我們身上會被一個接收器 對 那這邊的話會有一個記錄器 所以會把我們的這些影像 通通記錄在這個接收器裡面 然後我們在最後把這個接收器 去接上電腦 就可以把影像download下來 所以這個就是病患它最後的影像 呈現結果 這個是一個小腸的膠囊內視鏡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邊正常的膠的小腸的黏膜 好像有一些像細細的這個小小的麵條 對 這樣的一個透明的東西 然後一看 它好像開始有一點點紅紅的血 會慢慢慢慢過來 那再往下看 哇就出現很多 很多 而且有一些會紅紅的會吸血 像這個整個會吸血 就變成整個紅的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小腸的寄生蟲 小腸的寄生蟲 所以就剛好看到 這個寄生蟲在吸血的一個圖片 那這樣的病人 我們就可以給它一個寄生蟲的打蟲藥 那就可以把這個寄生蟲把它治療完全 楊烈大哥70歲抗癌成功 在2005年血變長達一年多 那個時候肚子痛受不了是直腸癌二期 楊烈的二哥74歲發現離癌到試試 非常遺憾是一年 那個時候二哥的症狀就是肚子漲 一吃就吐是大腸癌第四期 那二哥他的情況大概是什麼樣的情況 他覺得能忍就讓他過去 我二哥因為他平常其實一直都保持運動量蠻大的 所以他其實也是那種有一點像肌肉男的那種型 對 他身體很好 可能是因為這樣子他痛 就是說這種病痛的感覺 好像比較輕吧還是怎麼樣 就沒有刻意的注意他 一年半年他跟我說 好像身體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我問他說什麼樣的不一樣 他也講不出一個所以然的 就是說很不舒服 尤其是肚子 那我就覺得不對 因為他的身體一向是沒有聽過他說有什麼病痛 我說那你趕快去檢查一下 金三軍總院一檢查 哇 默契 那當然有經過化療 也有經過過副化療都有 可能他對這個藥物的反應非常的強烈 就是說一次東西就吐 一次東西就吐 甚至有時候已經吐到其實是完全沒有東西 但是還是就是說整天都昏昏沉沉的 那他覺得這樣子很痛苦 他說他不想要再過這種日子 那我當然是跟他大吵一架 其實是講良心話他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是他帶我進來演藝圈 我這個楊烈也是他幫我取的 所以意義重大 一輩子都懷念他 下一張電視牆告訴大家的則是糖尿病 我們看到的是諸葛亮 諸葛亮生前是糖尿病纏身 有一次錄影他頭昏快昏厥了 他的血糖飆到700到800 才發現他罹患糖尿病 所以院長是不是有糖尿病 跟腸癌家族史的人 他罹患大腸癌的風險是提早18年 其實糖尿病他不是光增加大腸直腸癌 他現在目前就跟肝癌肺癌 跟我們婦科的腫瘤都有關係 你看譬如這是另外一個研究 針對這個糖尿病 就是說他如果有糖尿病 如果沒有控制好 那罹患大腸癌風險增加30% 然後男性女生來講 就是他會提早 男生來會早18年 女生會早12年 也就是說你假設50歲會得癌症的話 因為因為糖尿病的關係 會提早到10多年 為什麼 因為血糖控制不好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個血糖高 你的血液裡面的糖化 這個我們叫一些糖化血紅素高 他會對我們細胞老化非常快 而且他發炎指標非常快 我們知道對眼睛對腎臟 腎臟科特別重視糖尿病 因為洗腎的特別多 這倒特別小心 如果你本身有攜帶這個治癌家族經 又有糖尿病 風險會大大提升非常快 這個個案是怎麼辦到的 他三個月逆轉糖尿病 其實這個先生很有意思 他是因為他自己覺得很健康 他吃素 他太太陪他來 因為他就看到這個先生 這個肚子就大 然後他不甘願來 他也不太喜歡做健血 後來我就幫他檢查 我說你血糖空母血糖 我一般是大概100 他來到156 而且他糖化血紅素 跑到大概快9 我就跟他講說 你現在有糖尿病 他說那我可憐 我吃素食 我沒吃吧 然後我說不是 不是吃肉 對對對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講 你現在腎臟已經有問題了 他聽到腎臟的問題 突然醒來了 為什麼 因為他哥哥就是因為糖尿病 導致洗腎 洗腎之後呢 敗血症修科走了 他聽到這樣嚇到了 然後我說那你趕快要吃藥 他就跟我講 他突然姿態第一點 說劉醫師我如果不要吃藥 我說好啦你不吃藥怎麼辦 你還有生活型態 那我就開始了解他飲食喔 好 他呢每天喜歡喝奶茶 奶茶一杯 對對對 那他很喜歡吃那個塑造飯 塑造飯 塑造飯 那個塑造飯來講很多 但那個飯量很大 還有他喜歡吃麵包 麵包 對我就跟他講 那你這種飲食型態不對 不對的 那他認真跟我講 那劉醫師你要我怎麼配合 我說你回去 我就開幾個菜單 這其中一個啦 譬如說花椰菜 那我說蛋白質很重要 你大概就是說 這個雞蛋也可以 我說毛豆的蛋白質也不錯 苦瓜非常好 苦瓜來講 苦瓜生態 他裡面對一個降血糖 是有他好處的 黑木耳 木耳來講他可以在 因為他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烤溶液纖維非常高 可以阻擋這個糖 這個血糖上升 我說你要喝湯 就冬瓜湯 要不然蘿蔔湯等等 他就喝這樣子 糙米飯一點點 當然他沒有吃這麼多 這個還要在一半的量 對對對 就是這樣子 他每天去跑大概就是快走 走大概八千到一萬 他也有恆心 我也忘了這個case 過了大概三到四個月回來吧 因為我們先看抽血 回來 我說這病人怎麼搞的 體重減了10公斤 然後他糖外血紅素降到6.2 血糖大概是100出頭 我一看他竟然瘦了一圈 他竟然說 劉醫師 你可以拿我當教材 我不要吃藥 你看看我就做到了 我發覺一個重點就是說 其實飲食生活現在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要改變自己的大腦 很多問題透過飲食運動 就可以校正好 但是因為他需要強烈的東西 像這個男生是因為他想到他哥哥 因為糖尿病洗腎 他怕到了 他很強烈的東西成功了 幫忙我們這個糖尿病病人 可以除了吃剛剛劉醫師 介紹的那些健康的食譜以外 我們還可以按壓那個血糖 降低就是我們的軟骨穴 軟骨穴是我們的這個聖經的穴道 那聖經的穴道按壓的時候 會讓我們的身體有那個腎水 所以比較不會口乾喉嚨乾這個部分 那這個地方就在怎麼找呢 我們從我們的這個大母哥的地方 做做做摸摸摸 它會有一個這個骨頭 這個是周骨 那周骨的地方按壓下來的時候 會有一個凹陷的地方 它就好像山骨或者藍骨 所以按壓按壓 按壓也要酸脏 然後可以螺旋形或者是上下 配合呼吸的按壓 尤其是在按腳或者是泡腳的時候 可以多加使用 江童 江童活到102歲 每天早上就喝這個鮮藕汁 這個叫做蓮花養生雞湯 好棒的雞湯 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宗佛塞大田蓮花餐廳 宗佛塞莊志平老闆你好 大家好 好 我要先請院長來講 是不是有非常多知名的周醫師 他們的養生方式是吃蓮藕 對 尤其是從古時那個李師生 他就說這個東西是要零根 就是非常的這個效果好 養生好 那我們第一個中醫師是江童 江童活到102歲 你就知道 他是我們的那個什麼 同輩來講 一般不會有什麼長壽 然後每天早上就喝這個鮮藕汁 就是用那個我們的蓮藕下去炸汁的 那他覺得可以涼血清熱去火 然後還有我們以前的老前輩 就是張布陶 張布陶 張醫師呢 他就覺得這個蓮藕 炸汁了以後 能夠來柔軟我們這個血管壁 然後那個沉澱呢 在血管壁上的東西抗氧 可以做一個這個成分上面的 一個這個化瘀 然後呢可以活血 我手上的這個就是蓮花嗎 宗佛塞 是的 這個就是蓮蓬 花開完以後它就長蓮蓬 花開完之後它就長蓮蓬 那蓮蓬裡面當然就是 蓮子 那你可以把蓮子一顆一顆挖出來嗎 可以啊 這個是功夫喔 我們老祖先的智慧就是 這個工具以前沒有電沒有機器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手工 這最簡單的 然後用一個裡面有一個刀片 對 我們把蓮子往上一滾它就開了 給鏡頭看一下 所以 那個殼一撥 機器一滾它就開了是嗎 那 我們通常 在食用的時候 就是要把它的膜去掉 對 要把它的裡面苦苦的心 把它穿出來 那 現在我們強調就是全食物 要把蓮膜帶心一起吃 對我們的 蓮膜帶心一起吃 對我們的健康最好 梅治蓮藕我們通常 挑比較嫩的蓮藕來做 冰冰涼涼的涼拌蓮藕 做出來就是長這個樣子 哇很棒 那怎麼去挑選呢 那通常一根蓮藕 最前端的部分就是最嫩的部分 也就是最脆的部分 那我們都就是挑比較脆的部分 挑脆的部分 對 那保存的方式呢 那保存我們通常用報紙 一張報紙把它包起來就是了 把它包起來 然後放冰箱放好 包起來以後 放到塑膠袋裡面 對 保存 可以保存到10天 哇就這麼簡單 就這樣子 剛剛講的這個梅治蓮藕 它是還要加梅汁嗎 是的 你的刀工也太行了 太強了 中口塞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的蓮藕片可以 削成這麼薄啊 我們建議就是要做脆片 對 0.1公分 0.1公分 對 真的 最好入味 它的薄片真的是就是0.1公分 你看看 薄成這個樣子 好像一個A包紙 那我們簡單給各位介紹就是 汆燙 對 然後再冰鎮 汆燙以後 我們有準備冰塊 冰水 加入冰水 對 冰鎮以後 三種調味料 第一個 梅醋 梅醋大概 我們一斤的蓮藕 需要兩杯 我們的紙杯兩杯的梅醋 然後大概25顆的紫蘇梅 跟一點點的它的醬汁 冰糖下去熬的糖汁放冷一起加入 那看個人喜好 甜度自己去取舍 然後再把我們冰鎮好的蓮藕 撈上來就完成了梅子蓮藕 好棒的一道 我也讓觀眾朋友來看看 今天中部是在推薦的另外這一道料理 這個叫做蓮花養生雞湯 好棒的雞湯 同學電視牆裡面 它有一些食材就是土雞一支 而且是含苞的蓮花 就是這樣子 是的 含苞的蓮花四到五朵 新鮮的蓮子三百克 人生是一小把 當歸兩片 紅棗 甘草 枸杞 米酒 食鹽少許 就是完成了這一道非常棒的 蓮花養生雞湯 一 一二 有一點俏皮喔 觀眾朋友 有氧全集要降低 賣性病的風險 小燕老師你準備好了嗎 完全準備好了 完全準備好了 吳遠講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 我好怕喔 好運 我看到照片有這一張 來 教練您先請 好 我們全集有氧呢 主要就是帶我們的參與者 來提掉這個身體的素質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運動啊 然後達到一些比較心肺啊 肌力能協調的提升 今天修出直拳 這樣子的距離 才能讓自己的關節 比較有舒適的感覺 去做運動 才不會有過多的壓力 所以我們在打拳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一二 直到一二 這樣子去執行 好不好 然後我們做側踢 那因為我們現在在棚內 我們就簡單的示範 做側踢 既然是踢腳的部分 我們的距離感 就要更長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測量之後 做側踢 冷靜 不要怕 那我做一次 你做一次 好不好 我做一二 換你 一二 對 你不用一直看我 因為你不是要打我 他手是拔麥的 你要打他 你要打我 對 我們就輪流 這樣子去輪流 然後在其實這樣的狀態下 我們要打 其實是 要很用力的 跟打空穴人感覺不一樣 而且真的去打的話 你也可以貼一張 不喜歡的人的照片 之類等等的 去做到一些 生活上壓力的釋放 那側踢院長可以嗎 側踢嗎 院長 我們做另外一個方式 好 面對他 蹬他 蹬他 不是用眼睛 用腳 用腳 推蹬 前踢 對 差不多 差不多 你看喔 踢一下 打兩下 加油 吳院長 一 一二 喔 有點俏皮喔 我們再 穩一次 一 一二 腳踢讓他踢 穩 這樣打滾 比較有出力 小院教練 最後一招最強烈 讓大家欣賞版就好了 來 來 對 欣賞版 最強烈的側踢 來 踢到他嗎 對 有空間嗎 我們已經讓開了 院長最後一點 好 我先兩個距離 我先兩個距離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方式 去做側踢腳 好 那這種動作呢 還是需要我們學員 有一定的基礎 再去練習 那我們希望 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 一